大家好,我是文明 今天下午出门办事 就是挺忙的 然后刚回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消息 让人非常吃惊的消息 我简单给大家念一下 地方财政的紧张超出想象 据上海市财政局的工作人员透露 上海市为上半年的财政报表平衡 向上海辖区的一些寺院 临时借款100亿人民币 作为短期周转债务 其中静安寺向静安寺借了48亿 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以后 我就感觉特别的惊人 整个变化速度非常快 我想说什么 这个是上海 这是上海 大家想一想 那么这个消息 大家不感到非常恐怖 它说明几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说 上海的财政已经困难到一定程度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上海财政到了这个状况的话 那么其他地方 那肯定是更差 上海是应该说相对来讲 中国经济最好的城市了 对不对 其他地方的财政 那就更不用去想了 这是我们能想到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什么 转移支付是彻底要不行了 转移支付 不是要不行了 可能已经不行了 转移支付 有很多省份 它都是需要像上海 广东 这些大的 有钱的省份的省市 来转移支付 来勉强维持它的财政 但是现在 这转移支付也不行了 你说其他的这些地方 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说这个消息 我觉得它对于整个 就是说中国经济的这种影响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今天上午 当时我被提到 就贵州省 整个经济状况 它去年财政收入 才1886亿 然后还完利息的话 就有些地方债 还剩356亿 然后财政支出 是5849个亿 356亿 对5849个亿 那么这里的 这大问题就是什么 整体转移支付没有了 以前可能有一些 转移支付 它勉强还能维持 但转移支付没有了 你拿356个亿 怎么去过5849个亿 这样的日子 这样的生活 是不是 所以情况上 是相当相当糟糕的 然后今天还看到了 一个什么消息 就是郑州土地创新机 这里面是实实在在的 有数字的 我给大家念一念 你就知道 整个的情况 是多么的可怕 郑州土地创新机 2018年1437亿 2019年1289亿 2020年是1031亿 就这几年 它基本都保证 在1000亿以上 让大家听好了 急转直下 2021年是965亿 2022年是448亿 这直接就是下滑的太快了 到了去年 2023年 多少亿呢 70亿 我再说一遍 70亿 从2018年的1437亿 到2023年 这前后也就是 这么几年时间 降到70亿 那就是脚底斩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70亿的话 排除数据造假 包括什么 左手倒右手这些 对不对 基本就是清零 去年的土地财政 就已经是清零了 这是郑州 那其他地方 或许有些大一点城市 能好一些 但也好不了太多 所以说你看这事情多可怕 前两天我提到 这个土地财政的问题 最好年份是8.7万亿 今年的话 就是按照他们给出的数据 推算 今年往好了说3万亿 事实上3万亿达不到 很多 我说的是全国的 刚才我提到是郑州的 一样 那么整个 我当时就得出其论 排出水分 排出左手倒右手 整个中国今年 就是土地财政清零的这一年 今年基本上是这样的 你就不要指望着卖地 再来 就是说赚取财政收入 上海为什么现在这么紧张 它也是因为土地财政出问题 现在整个房地产 不行 上海很多房子也卖不出去 所以开发账也不拿地了 这个就是 整体 目前中国的财政 非常非常恐怖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真的 我看到郑州这个数据 真的很可怕 从1437降到70亿 70亿就基本上等于零了 那整个这个地方 它需要很多很多刚需 各个方面的工资要发 对不对 很多很多 这个市政 它是要维持的 那钱从哪来 日子怎么过 是不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情况 我再说别 上海都已经这样了 转移支付 就到头了 其他的那些省份 哎呀 然后我还看到 在XPNA 有人留言说 这么说 他说这么多话 我觉得说挺好 说严格说 历代王朝最后崩溃 都是财政原因 中共越强大 财政负担就越沉重 他这个话 我觉得说的是 非常的有道理 中共越强大 财政负担就越沉重 他这里面强大 就不是那种 就是正面移的强 他说他这里强大 我的理解就是 他控制能力非常强 他越想控制控制很多 他就需要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力 对不对 那你要想不断的维持 这种控制 这种所谓的强大 你就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所以他的财政负担就越沉重 然后呢 主要是因为 他认为 主要是因为官僚集团 贪腐越来越严重 中共现在地方债窟窿越来越扯越大 然后中央集权不能转移支付 就必然会造成地方和中央分裂 确实是这样 刚才我提到了 上海都没有钱 那转移支付就基本上不行了 没有转移支付 就说明习近平拿不出钱给那些没有钱的省份 那谁还在听你的 我一直强调这个观点 对不对 你作为公司老板 你不发工资 那谁还听你的呀 对吧 谁还认你是老板呢 是不是 然后呢 他说这个 说苏共在一夜之间忽然垮台 也是这个原因 然后最后这句话 他这么讲 说三中全会内部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还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其他的都是废话 我觉得说的太好 对不对 那就是你开会 现在这个情况 对吧 家里过日子也是一样 对不对 大家但凡是过过日子的 然后结婚的人 对不对 除非你家是特别有钱 那可能你不去考虑 基本上 大家坐在家里面谈 很几乎大部分那种 就是都跟钱有关 对吧 不是直接谈钱 也跟钱有关 就把钱整明白了 那这家里的这些事 可能就全都履顺了 钱整明白 那家里面就是鸡飞狗跳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也是一样 什么这个 你说你就算是动台湾也好 怎么样 你得有钱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现在中国社会 目前最严重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发生的 就是有看到 有大批的退伍的军人 聚集到北京 非常的穿着迷彩服 反正是我看 在X平台上 很多人在传这个消息 其实很多 就是说退伍的这些军人 他们现在的生计也出问题 要不就到地方 安排不了工作 要不就是失业了 对不对 要不就是各个方向 他们觉得我们 对吧 当过兵是不是 如何如何 我们奉献过 如何如何 对不对 你们即便是我失业了 你还要再给我安排 但是这批人的数量 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现在财政没有钱了 谁也管不了他们了 那这些人聚在一起 聚在北京 有几万人的话 那可不得了 对现在对于现在的这些 还没有转业的这些军人 也是非常大的触动 因为他们知道 我们出去以后 就是他们的下场 包括现在整个军队 从前面的两个国防部长 等等 火箭军的司令 李毅超等 整个军队也非常不稳 但是说到底 最后还是钱的问题 还是钱的问题 你仔细去想 它都是钱的问题 所以说 现在整个中共 现在目前的状况 是越来越困难 那么往下走的话 整个这个速度 一定是会非常快的 我就感觉 今年上半年是非常快 前几年 去年前年也好 大家谈的就是 公务员 年终奖没有了 绩效工资 没有了 等等 去年也就是工资 发不出来了 等等 然后到今年 特别是从3月份 34月份开始 一下子 整个事情就发生质变 就发生了很多 就是以前没有想到过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是那句话 要是这个事情不发生 我可能是想不到了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变化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么 它也就意味着 整个中共的统治 是这个越来越薄弱 这就是我们 能往下看到的情况 那么 钱没有了的话 这些官员 这些公务员 他掌握着权力 他就会不断的 去欺负老百姓 不断的去 其他老百姓 然后不断的激起 各种各样 更多的反抗 与民愤 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 整个中国社会 像现在的一个情况 对吧 就是单官的没有钱了 欺负老百姓 老百姓起来反抗 就不断的进行 这样的反复操作 哪一天 就真的 这个事就闹大了 那可能就中共 也就差不多了 反正 今天看到这些消息 就很有感触 跟大家来 简单沟通一下 这一句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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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